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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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Hi 我现在是在巴黎岛的著名景点 海神庙了 也是来巴黎岛毕达卡的点之一 我身后就是了 但是来巴黎岛 这个海神庙有几点是要注意的 参观那个庙的话 女性在立假期间是不可以的 这一个就是它的C位景点 关于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海神庙的由来 看到下面那些石头 下面有几个洞了没有 那是有故事的 然后我们来的时候呢,时间点不对 就是没有长潮的话 那个可以从下面走过去的 但是现在长潮了,看到没有 它路已经被淹掉了 等会长,那个潮涨的更多 浪水更多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孤岛一样的处理在这里 现在浪就很大了 哇,真的好大啊,天啊,你看 你看 平时没有水的话 就从这里下去的 还有这个沙滩 没有水的时候也可以下去 沙子比较细腻,但是它黑色的 这里有标示的 然后下面这是一个拼音 而且沿途来就是各种提示牌上面都是拼音 没有中文都是这种拼音 我们刚刚是在那个对面人很多 那里看啊 其实站远一点看 从这里看过去 才是它最佳的一个观景点 看它,看面前那个 岛是很美的 在岛上这边一共有七个庙 而且今天好像是有什么 仪式一样的,有什么活动 庙里面都很多人 这边主要是姓那个 印度教的啊,主要是印度教为主 然后他们的穿着很奇怪 祭祀的时候那种很正式的服装 男士的,男的都是 我从小孩也好,成人也好 都是白色的,从头白到脚 这点跟我们那边是不一样的 整个巴厘岛 我们目前玩下来 还没有遇到过其他的教派 几乎都是以印度教为主 我说我们没有遇到 我是说我们目前雾部也好 岛上也好,到这边也好 没有遇到其他的教 我没说它没有 解释得更清楚了吧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本来它是有很多宗教 只是我们没有遇到 大部分都是印度教 那我们要去除了 大部分是有很多 有很多乎人 主要是尽管的 要是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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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 那就这样 Ettore 赢州 现在我们会拆复 我们到这个库塔的海边来走一走 这边有很多的冲浪爱好者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初学者 初学者是不是在这边学习了 这边很热了 比岛上的海边可能热了不止一点点 因为海水没有岛那种干净 对 其实巴黎岛的那个海水不干净 你要去的话就去附近的岛上 那边的水很漂亮很干净 逛巴黎岛这边的水其实没那么干净的 这边前面有一条夜市 然后两边摆满了桌子 有老外在看海 你就老外 对不起 有没有像巴蒂亚 巴蒂亚那条海滩 对 一个意思就一个意思 所有的游客都在这里 对 这是一个游客必达卡的地方 对 旅游团海滩 旅游团 你看这边 好多人 密密麻麻都是人 我就知道 你还不接下来 你们先看 像我这边 我就是 这个家里 有什么东西 那边